治療O形塞痛之八大謀誤與迷絲 骨性關節炎不是一種代謝性疾病,而是一種機械性疾病 因O形塞是機械性力線不正導致軟骨磨損,造成骨性關節炎 以下是治療O形塞痛之八大謀誤與迷絲 1.針灸,可緩同作用,但不能糾正機械性力線 2.冰敷,只有抑制新陳代謝,但常被誤作止痛功能,而且對糾正力線沒有幫助 3.鞋墊,常誤作矯正下肢功能,但沒有直接矯正力線及變形塞蓋 4.水療,因水有浮力,減輕塞蓋受壓和疼痛,所以能在水中運動鍛煉,但此治療方案非常不便 5.葡萄糖胺,一種軟骨成份補充劑,吃料不能直接證明可吸收並促進修補軟骨損傷之功能,更不能改變機械性力線 6.食止痛藥或打止痛針,只是作臨時止痛,沒有改善關節之機械性損傷,藥長期使用更會導致腎需揭及胃潰藥 7.關節內注射,透明質酸,有短暖潤滑關節作用如WD-40 類固醇,有短暖消炎消腫作用,但兩者根本不能糾正力線及解決原有之機械性疾病 8.濕關節鏡灌洗清創手術,是一種打磨及清除腐爛軟骨手術,但由於清除後軟骨變薄,更容易骨磨骨導致惡化 8.其實擁有損傷的軟骨比沒有軟骨好 8.以下是一種藥科學根據G治療O型失痛方法,體外人工關節,即矯型器K39D 8.配戴後,沒有加上矯力,就會骨磨骨 8.當加上矯力後,可鞏固關節,矯正力線,避免骨磨骨 8.選擇體外人工關節之好處 9.濕痛減少,行走穩健和踏實,矯正O型腳,膝蓋有力起立,跑步及上下樓梯,可避免體內人工關節支援手術 9.配戴後,無痛行走,享受人生 9.有興趣者可預約到本公司免費測試配戴膝矯型器效果 9.有興趣者可預約到本公司免費測試配戴膝矯型器效果 9.有興趣者可預約到本公司免費測試配戴膝矯型器效果